哈喽我是我们的小学兄弟 我们今天来试试全球首款20新寸的4K 240Hz Nano IPS电竞旗舰LGG8 它拥有静态对比率2000比1 真实比特的射身 同时拥有双模480Hz的状态 从参数来看 是一款非常出色的电竞显示 但理论和现实总还是存在一些差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按照惯例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LGG8采用了褐色的树皮设计 打开包装我们来看配件 包含了一个电源试配器 一条电源线 一条HDMI 2.1 一条DP 2.1无视局线 一条USB上行线 一个挡板 一份简易说明书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 直接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很不错的 接着看外观 正面采用了三边V边框的设计 底边中央位置 应用UltraGail的logo 底座为多边形设计 偏大但较薄 不影响用户的桌面利用率 背面整体溜背设计 上方有一条散热开孔 再往下有一条N型氛围灯 这下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升降 抚养 水平和单边90度的垂直旋转 功能性较为完整 调色阻力感也不错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两个HDMI 一个DP 一个USB上行 两个USB下行 和一个音频接口 从售价和定位来看 接口配置偏少 出完产品ID 接着我们进入显示画面测试环节 点亮机器会出现UltraGail的动效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整体第一观感 色彩通透艳丽 没有出现过饱和的现象 实测SGb容积达到140.13% PPI为163 放大字体我们可以看到 显示没有毛刺和彩边 字体清晰细腻 像素则没有发生变化 同样为RGB垂直调状排列 直像素形态为鱼鳞状 接着我们来对它进行数据实测 先来看白平衡和色温 出场默认为6800K DOV为0.0043 承诺到SGb模式 色温为6960K DOV0.0035 P3模式6894K DOV为0.006 需要注意的是 实测数据 居于显示进默认亮度测试 当我们条件亮度 LG G8会出现 色温白平衡的便宜 两种色域缩线模式 会从6900K 变为7500K DOV也会出现较大的变化 色域空间方面 面板默认为P3 菜单中提供了SGb的色域缩线 通过一切测试 SGb色域覆盖达到99.3% 平均色准1.27 最大色差4.7% P3模式 色域覆盖率为98.7% 平均色差1.37% 最大色差5.33% 整体从数据来看 色域覆盖做得很不错 但色准表现 无法让人满意 亮度方面 我们先来看SDR 实际测试 最高为419L IPS Black技术 对比度达到了2022.1 翻倍于普通IPS的水平 值得点赞 前往的SDR模式 开启分期控制状态 百分一的白点窗口 为507L 百分十的窗口 达到了峰值690L 从棋盘网格 测试HDR静态对比度 为1188.1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摆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前纸区域为410L 浅蓝区域为350-400L之间 从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屏幕两侧 出现了明显的亮度衰减 以中心为目标 最大差值为15.56% 前往到色温模式 全屏温在6500K到7429K之间波动 屏幕左右两侧 和四角绿色区域 在7000K以上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城乡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的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 在20度左右 在IPS中表现是一般的 这里我说点题外话 可视角度属于是很容易被忽略 但实际特别重要的光学性能指标 受限于行业价格竞争加剧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LG DISPLAY这块旗舰面板 相比自家几年前的旗舰28面板 是开了不少倒车的 对比如今OLED面板 差距会更加夸张 平散测试方面 在关闭分区控制的情况下 SVM值为0.817 小于1 属于是CIE不可见范围 因此我们建议大家 在使用这台显示器的时候 不要将亮度调节到最低使用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蓝光波波峰在455纳米 高昂短波蓝光占比13.37%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先来看它 各接口的带宽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首先是DP接口2.1 无4G 并非UHB22080G HMI接口为2.1 48G满速 在PC下 两种接口都可以支持到 4K240Hz和1K480Hz12bit全范围 主机单除去自动低延迹以外 其余的都支持 麦克端使用Type-C转DP连接 支持4K48-140Hz可变刷新率 支持High DPI VR和HDR技术 输入颜测方面 4K210Hz输入颜测为12.46毫秒 FHD480Hz下9.4毫秒 HDR性能方面 它通过了Visa D2HD600认证 实测面板配备了8分区控光 UTF曲线方面 所有模式采取了5灰阶以下的内容 玩家1、2模式基本相同 0-25的灰阶低于标准PQ 40-60的灰阶做提亮 之后全程滚降贴合标准PQ FPS、RTS和生动模式调校非常激进 0-20的灰阶低于标准PQ 20-50的灰阶大幅度提亮 之后做亮度裁切贴合标准PQ S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LG G8没有出现过曝情况 此时 玩家2模式亮度最高 为583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暗部细节保留比较完整 纹理清晰 没有出现明显的细节丢失 同时 LG G8为原生10bit时深 在颜色过度的渐变场景下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 过度湿滑 HDR游戏方面 LG G8观感亮度非常出色 同时配备8分区控制 开启后 暗场对比度提升明显 细节清晰可见 菜单中配备的FPS、RTS和生动模式 开启后会进一步的提升暗场和色彩饱和度 尤其禁忌体验方面 LG G8支持4K240Hz和FHD480Hz的两种模式 实际测试 双模状态都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气响应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关闭、正常、快速、更快四个档位 通过一切测试 我们先来看4K240Hz OD表现 关闭档位7.17毫秒 正常6.45毫秒 快速5.75毫秒 这三个档位几乎没有过充 更快档位3.65毫秒 平均过充51.44% 最大过充134.9% 这个档位有极为明显的过充现象 前往到1080P480Hz状态 最佳可用OD 依然是快速模式 实测6.44毫秒 出现了明显的负优化现象 响应速度 完全跟不上刷新率 最大灰机值 甚至来到了10.12毫秒 更为炸裂的是 运动响应时间 即使在最佳的480Hz状态下 它依然是我们测试过 同刷新率下表现最差的 BET来到了夸张的5.13毫秒 甚至不如一些210Hz的千元机 在腰服务运动画面下 本体清晰度差 后方也有着明显的拖位现象 它的整体响应表现 由于面板原生6毫秒 相比传统5毫秒快速IPS 还要再慢20% 整体响应更不上刷新率 因此即使480Hz状态下 实际的FPS游戏体验非常糟糕 快速的跟枪和定位 有着明显的拖影现象 作为一台旗舰IPS游戏显示器 这本是最应该做好的基础部分 显得非常遗憾 接着我们来拆机 一起来看下它内部做工用料仪 在数据天天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LG采用了堆叠式的设计 最上方为两条RGB灯带 继续拆解 下方是金属屏蔽罩 内部放置了驱动板 导热电和主动散热风扇 再来看驱动板 主控I44年发科的MT9810 旁边有6颗三星原厂DDR4内存颗粒 单颗512兆 总计3G 右上角有一颗LGP16B控光芯片 提供8分区控制 下方ALC4050芯片 用于DTS音频解码 USB接口上方有一颗RIDRTS5411T 支持USB3.0Hub 整体驱动板物料 和LG OLED旗舰32GS95U1基本相同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面板 想要为LM270WRD-SSAE 这是一块LG全新的NanoIPS Black面板 27英寸4K 240Hz 支持FHD480Hz 原生10比特 硬件低蓝光背光 原生6毫秒G2G响应 接着我们来看LGG80 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30周标计算 它达到了140%的SGP容积 设计天地棒排名第52名 SDA亮度方面最高为419尼特 亮度天地棒排名第77名 SDA峰值亮度697尼特 SDA峰值亮度天地棒排名第69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SDA模式2022比1 SDA模式1180比1 分别排名31名和66名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SWONG的百点测下 最大差距为14.95% 均匀度天地棒排名第134名 最后想要速度的测试环节 通过一期测试 平均灰界达到了5.75毫秒 排名灰切小速度天地棒第136名 运动显然时间方面 在480Hz的状态下 BT为5.135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地棒第46名 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优区点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 全新的NALO IPS Black技术 实际测试静态对比度达到了2000比1以上 同时这是原生10比特色深 参数相比普通IPS是有优势的 2. 这是硬件低蓝光背光的同时 拥有99%的DCIP3覆盖 表现很不错 3. 配备先进的DP2.1接口 虽然是UHB1 3.5 无4G 但胭值得给一个鼓励分 4. S加调校不错 拥有近700的峰值表现 高光观感也很出色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 刷毛参数看起来算很不错 但面板原生典型值6毫秒 最大值14毫秒 与刷新率严重不匹配 高刷游戏体验非常糟糕 运动轻度甚至不如240盒子的千元机 完全不具备电竞属性 结合5999的售价 让人很疑惑它的定位 2. 色准表现一般 最大值超过了5 蓝色表现糟糕 3. 调节亮度 会让色温和白平衡严重偏离 导致不同亮度下 白点不一致 4. 亮度和色度均度表现 以6000价位的旗舰定位来看 还需要优化 好了各位 以上就用关于LG4K240 和NANAIPS旗舰G8的全部的色彩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让我们点赞转发 伸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